國道上車子一輛接著一輛 廉甲前一天晚上返鄉車潮持續湧現 晚間十點多國道五號南下 十定平臨路段還是呈紅色 但這一塞恐怕得一路塞到深夜 八號下班後南港系統到頭塵路段 走走停停 另外國道一號陽梅到新竹 與國道三號土塵至關係路段也是車多 預估八號車流量將比以往多出三成 但出去玩可別忘了防疫 因為緊接著到來的是疫情高峰 大概在九月二十號那個附近 到達最高峰的時候 那單日是從三萬到六萬之間都有可能 儘管八號本土案例數沒破四萬 但指揮中心不敢大意 因為隨著BA.5流行 一名沒有慢性病的兩歲女童快升陽性 兩天後病情加劇住院 九月一號意識改變 懷疑可能是腦炎緊急送家戶病房急救 但九月三號就因為病發多重器官衰竭 與急性腦炎不治 本土BA.5疫情爆發不到一個月就出現 首例兒童腦炎死亡個案 不管是基礎劑追夾劑 還是預計月底到貨的次世代 有疫苗能打趕快打 因為年底恐怕還有BA.6BA.7 新變異株虎視眈眈 華視新聞 張祖惠馮為之 黃瑞玲 台北宜蘭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